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心合拍 大家留心每一次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同心合拍是很重要的 讲的同心合拍 每次我们基在神的时候都很重要 是 这些是 这些是同心合拍 比诗合作 其实呢 当我们同心合拍一起唱诗的时候 反映什么事呢 很明显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 很明显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是一筆所书的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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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间 哥和西传回来 他说到 比如和和西传回首传说到 我们为什么要大家同心合拍 一起的 都赞美了神 在哥和西传三章十六节里面 就是讲到我们怎样同心合拍的一起去敬拜神 他所书都是一样说 他用西传全名都一起的 大家同心合拍的都赞美神 他说我们怎样怎样去做呢 他说我们怎样去做呢 所以在哥和西传和这个圣经的所书呢 当我们准备讲到大家常在贬美神的时候 就讲出我们首先要作为一个价位 大家就应该问他 同心合拍 就是在哥和西传书 还有以赴所书里面 把罗说到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同心合拍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 生活里面都不是同心合拍 你又要问你怎样要是同心合拍 赞美神呢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不能够同心合拍的去敬拜神的话 我们怎样去在教会里面 同心合拍敬拜神呢 所以就这么说 所以有人这么说 他每次他都在教会议拜 每一次拿到教育的敬拜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的弟兄姊妹和同心合拍了 你就知道 看到弟兄姊妹他们同心合拍了 因为当弟兄姊妹是同心合拍的时候 因为当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拍的时候 他们带出的赞美 同样都是同心合拍的 他们带出的赞美也是同心合拍的 所以上次讲到第四章 我们怎样带出上帝给我们的爱 圣灵的果子来一起去互相接待 所以我们上次从已故首书四章里面 我就想到怎样去用圣灵的果子 我们去带领我们一起同心合拍的 我读给大家听 圣灵的果子 在加拿大书第五章二十二节 圣灵所见的果子 就是忍耐 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 良事信实温柔洁制 实际上跟大家讲 原来在圣灵里面 圣灵的果子是丹素的 在圣灵里面 圣灵里面 圣灵的果子是丹素的 不是 九大一样东西 九大鬼来的 其实是九大鬼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其实当我们愿意去用神 这个犧牲的爱的时候 但我们愿意用上帝 犧牲的爱的时候 跟着那边所谈的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现在温柔之制 就自己会一果果出来 之后那些仍然喜乐和平 仍然爱恩慈良善 性神温柔 这些就是会慢慢自己生存出来的 所以原来最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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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 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 你这会不是世界的爱 是耶稣基督的亲自的 落过来这个世上 正在上诗里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的黑身的爱 就这个就是耶稣 他将是为人牺牲的爱 所以大家要留心 所以那些要留心 在这本所书里面 讲到爱讲十几次 在以后所书里面 在圣经里面是讲的十几次 是保罗讲的最多爱的一本书 是保罗讲爱讲的最多的一本书 所以你的基督是怎么做呢 所以你的基督是怎么做呢 在这个启示录里面 在基督里面 就是讲到这个问题 在讲到这个问题 因为所教会的其实都挺好的 大家的教育各方面都不错的 以不所教会的 他们的教育也不错的 就是欠乏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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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温及了充足为神的爱心 所以从姐妹们 那我再提醒这一本所有的教会 今天保罗再提醒以不错的教会 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 告诉大家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跟大家说 基督的身体其实很有意思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很有意思的 这个意思 我也记得 这个看书那里 教会就是耶稣的身负 在里面说 《诸布乙夫所教》 在《基书录》里面说 我们将会是耶稣的身负 对吗 身负 就是太太 定名叫什么 妇 妇 妇 你太可笑了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还会不会死我 所以开开这个意思 是很有意思的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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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W-I-F-E 这些词带来不叫个 教会的目的 这个W-I-F-E 这代表今天将会的目的 所以记住 W-I-F-E W是什么 W-I-F-E 我说 我说我说 W-I-F-E W-I-F-E 对不对 记住了 是W-I-F-E 是W-I-F-E 你记住了 是W-I-F-E 记住了 弟兄姐妹们 其实 其实就是W 其实只有W 跟着这个I-F-E 其实都是为了W 很重要 之后的I-F-E 就是非在W 而做的 I-F-E 是什么呢 Instruction 是教导 Instruction 教导 我问大家 你教会教导 怎样可以教导 我问大家 来教会怎么教导 就是教导 你怎样去敬拜我们的神 就是教导 我们怎样去敬拜我们的神 对不对 对不对 圣经呢 我跟大家讲 是说两样东西 其实圣经只是跟大家讲 两样东西 是什么呢 一就是讲出人性 以中讲人性 的败坏 的败坏 另一本就是讲 神圣的拯救 第二是神圣的拯救 有没有留意到 有没有留意到 比如说诗篇第一篇 你看诗篇的第一篇 你看诗篇的第一篇 诗篇的第一篇 记得说什么吗 不吵 不是人的计划 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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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就是 世上人性的败坏 这里就是讲到 世上人性的败坏 圣经说你想敬拜神 圣经说你想敬拜神 第一件事 离开那些东西 就好像一瓶水 如果今天我们要换一个山水 要怎样做 如果今天我们要换一瓶新的水 要换一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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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诗篇第一篇 就教我们今天做 跟随神经乖 所有人的道理 诗篇第一篇 就已经叫了我们去跟随神 敬拜神的第一道理 换一瓶水 先换一瓶水 第二节 第二节 唯喜爱而瓶和瓶花 就业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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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们今天敬拜神 诗篇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 诗篇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 你记得这个诗篇 你记得这样子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因为迟此以后 所有诗篇 都是根据这种节目 讲的 我给你一个例子 你留心诗篇第二篇 说什么 因为《悲伤》第一篇 第一节 第二节 你一开始就说 世上的官和 在搞什么 一开始就说 世上的君王在干什么 就从最高开始 人性的败坏 先从最高的人性败坏 先从最高的人性败坏 就是去反对神 就是去反对神 但是呢 他这样说 你想反对神 你玩东西啊 神只会放过你 反对神啊 你真的 那怎么会放过你呢 所有诗篇一路章 从《温王》一路讲到 他拜卫自己 私人他们自己都遭遇 人性的拜卫 怎么让大家互相残杀 神就是怎么拯救他 其实外来他只有第一节 和第二节 其实那个诗篇从君王的制度 到他代位的圣品 他后来怎样去神的拯救 整篇诗篇 都是根据第一篇的一 一二节来说的 所以大家留心 所以大家留心 读圣经呢 不是很难的 读圣经不会很难 你不要见到 他客人一条 这么厚啊 他不要一见就像到了 这么厚 我坦白说 这么厚的原因 这么厚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人类虽的 人类很败坏 就是这么快 你死这么多人 所以这些人都明白 我们这个败坏 怎么败坏啊 就是因为人类的 他快想会写那么多东西 就证明我们有个败坏 世界港人之初没有啊 圣经初 人之初 是什么 圣经 圣经 圣经什么说 啊 啊 恶不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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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吗 一离开这一段 第一段事情 有什么事 一段 第一段事情 就是什么 财心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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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 恐怖 恐怖吗 听着 她的诗都不知道 有什么图 然后那个尸体也不知道 去哪了 我给大家看到 带我们人类看 但是我们人类看 世界怎么说 尸体怎么说 假的 假的 人之初 圣本善 人之初 圣本善 所以就是 推翻圣经所说的 怎么说 圣经不得 人的圣经是多坏坏 圣经不得跟我们说 人性是多么大 要明白 神是为何这么重要 要明白神 为什么那么重要 大家留心 圣经 神有头至尾 都没有离开 因为他们的民族 整本圣经 耶稣他没有离开 神没有离开过他的民族 都丑不得对了 你看旧约的时候 神住在他们的中间 在秋约的时候 你有看到神是宗在他们中间的 整个话语 在约会里面 经常在他们中间 我今天与你同在 神在秋约的时候 他的话语是在约会里面 提醒他们我与你同在 圣殿都在他们中间 接着耶稣更加厉害 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中间里面 耶稣基督更厉害 来到人的中间 在我们的心里面 看到吗? 人是败坏 所以上帝更加来到 拯救我们 所以上帝还要来到我们中间 拯救我们 刚才唱的诗歌 我很感动 就是让我们提醒 为什么希望Daisy 希望Daisy姐妹 你希望每天都这样唱 希望你每天都这样唱 因为我很担心 我离开之后 那些歌就忘记了 我担心我们离开之后 就忘记你了 怎么唱 直至下星期日 才离开之后 又做一次又忘记了 这样就办一件事了 直到下星期日 我们再来这里单唱的 才记得 亲爱弟兄姐妹 高高唱的诗歌 不是星期日之后 就10点钟用的 刚才唱的诗歌 不是每个礼拜天的 早上10点钟才用的 那些诗歌 应该是我们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六 就去跟随神 星期的发言之后 有个结论 这些诗歌 就代表我们过去 那个星期所做的一切 要去依靠神 然后这首歌 就变成了毫无人意料了 这些诗歌应该是我们 一个星期后来荣耀神的 不过大部分星期日 唱的诗歌 是有什么作用呢 那大部分礼拜天 他的诗歌 有什么作用呢 除了大家觉得 好听之后 除了大家觉得 很冬听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提醒我们 神有多多多的重要 就是提醒我们神 是多多的重要 但怎么会不够的 这种姐妹是不够的 很乐意 所以第四集开始 你不是单单 来到去敬拜 乙父所说的病症 他们说说 不是单单这样敬拜的 要在我们的心目里面 活出这个样式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活出这个样式 那你才可以经历上帝 那种爱 是什么一回事 这样才可以经历 生命的爱 是怎么的一回事 不是每个星期日 回来 要上帝的话 你提提我 就这么多了 不是每个礼拜天回来 就让上帝 等话语提提我了 然后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走着教的习父摆放在这里 我们就离开了 就让那些师哥放在这里 我们就离开了 就让那些师哥放在这里 我们就将耶稣放在这里 还想把耶稣放在这里 你叫我做我的 然后我干我的 然后我干我的 有没有这样的事 有这个事吗 有天主教是没有 其实天主教是这样吗 有没有留意 有没有留意 天主教在这个人走上 你去到教会 看到伦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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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哎哟 对不起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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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天主教的话 你每个礼拜天 早上 就来到 看到伦神父 或皇神父的时候 就忏悔了 就跟他说 我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我就去了 跑马迪沙田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醒醒 所以我认识 不是这样 他前面不是这样的 是每天去跟随神 之后 这个基督徒的样式出来 去荣耀神 去敬拜祂 是我们每一天 都需要荣耀祂 去见证祂 去活祝祂 所以保罗就在义部手术 开始告诉我们 他们这样做 所以把罗在义部手术里面 就这样跟我们说 我读给大家听 我为主被仇的 勸你们 我为主被仇的 劝你们 既然梦照行事 为人就当于梦照的恩相称 既然梦照行事 为人就当于梦照的恩相称 需要凡事谦虚 凡事谦虚 温柔人来用 爱心互相挥用 温柔人类用 爱心互相欢容 那上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这里 因为时间关系 那王护士不在 又王护士不在 没有王护士不在 那我们就发挥了 因为王护士不在义 所以我就发挥了 我们讲到了大能语 时间多了 时间多了 所以就停留在那里 就停留在那里 就停留在那里 那我们第三节 今天继续 然后第三节 我们今天继续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一起读好吗 用我去彼此联络 揭力保守 圣灵所持 抗二为一的手 为什么呢 圣灵很爱我们 圣灵很爱我们 为什么呢 当你融合圣经 拿人性和神性 当你明白圣灵所说的人 心跟神情 为什么圣灵所持 合而为一的心 圣灵所持 合而为一的心 为什么我可以 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今天怎样有 合而为一的心 不是你做出来的 不是你做出来的 他没有叫你做出来的 他没有决定 他没有决定 他做成灵所持的福 他这里没有说 你建立制造 他只叫你保守 他只是要你说保守 为什么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将我们 首先 和神合一 对不对 就是首先 耶稣来到世界上 之后 让我们跟神合一 所以就是我们跟神合一了 因为灵灵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居在起来的时候 灵灵在我们当中 我们没有法子合一的 我们没法子 在自己合一的 上帝来请教我们 耶稣来拯救我们 耶稣的火血 耶稣基督的宝血 将我们连起上 将我们连在一起 让每一个人 因为信耶稣 得永生的缘故 有圣灵入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 接受耶稣的救恩 宝血喜救我们 都可以何而为一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事 那第四节 好了 没有你出来懂的 要 多谢你 大家常读 身体 只有一个 圣灵指有一个 正如梦照堂 有一个指望 你看 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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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众人的福 专门众人之上 坏乎 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你看多精彩 是不是 这个合一 有很多精彩的东西 有很多精彩的东西 一个身体 看到 一个身体 这就是我们的教会 这就是说我们的教会 我们看第三节 我们再看看第三节 原来看到 上帝来到这世上 看到人性的拜位 我们很喜欢分门别 我们很喜欢争吵 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他们都用爱融化了我们 所以上帝来到我们当中的 因为我们分担分派 但是耶稣带来 我们中间就用爱融化了我们 融化我们都松满的 融化我们的心意 所以我们可以大家 连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把我们连在一起 所以我很喜欢唱一首歌 我们都睡醒 所以我们喜欢唱一首首 因为我们是人渣 因为我们是家人 就是家人 所以上帝来救我们 所以上帝来救我们 所以这次我们不是再是人渣 我们是家人 因为我们再不是不好的人 我们就是一家人 上帝是不是很好 上帝是不是很好 所以你明白圣经所说的 原来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 所以他特意来帮我们 去请教我们 及着陆有圣人在里面来 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要揭力去保守 但是我们要接力去保守 怎样揭力呢 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 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 和平是什么意思 和平是什么意思 是啊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欢迎 用和平彼此联络 其实这就是爱的表现 凡是谦虚 欢容 仁爱 用爱情互相欢容 这就是爱的表现 揭力保守圣灵所持后 以为的生活 建议保守善理所赐 而为的心 原来在我们当中 已经是有一个合一的了 其实在我们当中 已经有这个合一了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 这个是相帝给我们的 但是你和我们 每个人 都要去大家 要同心合力 同心合法的去做这件事 但是我们之间 要同心合力 同心合拍的 一起去干好这件事 我觉得呢 音乐其实是一个好的例子 我觉得呢 音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是开始和大家说的 还是跟大家说的 你这场啊 和他们隔歌 是吧 私情跟我们讲这个 诗歌 又要同心 又要同心 又要用力 又要用力 用力还要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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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合拍 是很清楚的 是很清楚的 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小小的属灵学习 这个小小的属灵学习 我不一定的 其实呢 你发觉你试一下 你练一我手 其实就好像你属灵的 初灵一样 啊 你相信我 因为 练习一次 就好像一个属灵操练一次 阿祥是一个老师 和Daisy说 你对Daisy说不好啊 好啊 阿祥就跟Daisy说 就讲了两句 哦 好啊 但主导的圈就忘记了 啊 反两个圈就忘记了 是不是 我们去学做 去跟随神 去 去经败神神 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学习跟随神 去经败神的时候 事件都是这样的 王牧师说的时候 大家压头好 啊 王牧师说的时候 我们就点头 那两天都忘记了 过两天我们就忘记了 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啊 其实你学音乐都是一样 是很有趣的 所以才很有趣的 提醒我们 是提醒我们 原来人是真的这么软弱的 原来人是这么软弱的 你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就会欣赏耶稣的另一个名字 你就会欣赏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名字 你唱书上耶稣基督是一个以什么 以马内利 是以马内利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忘记的时候 当你忘记的时候 他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的 他就在你身边提醒你 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24小时陪着你 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24小时陪伴你呢 我知道欧洲父母都很想24小时陪着你 你可以吗 不行 只有我 是 是 特别我们的父母 从小孩子幼稚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哭 连爹爹妈咪都哭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的神离不离开 那我就跟你说 我们的神离不离开 首先 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三个真神 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一个三一真神 还要24 7 是 724来这样照顾我们 所以 20小时期间的陪着我们 是不是比711更厉害 是不是比711更厉害 是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他就知道我们随时随便需要他 因为他知道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他 不是那么星期二十早上那个时间才需要他 不是等到礼拜天某个早上的时间才需要他 就是这么好啊 就是这么好 就是这么好 加上耶稣亲自做了这个词词给我们 加上耶稣基督亲自做了这个意词给我们 什么事呢 可不可以玩回第一首诗诗歌 第二首诗歌 好 这个副歌 我想给大家 我很感动 我很感动 刚才你第二首的诗歌 我玩了很久所有的诗歌 你玩不到啊 我又不说了 哎呀 谁知道你穿了一个第一诗 他在唱首诗歌的时候 第二首的时候在副歌 大家看看 不前提 是啊 那耶稣在你一世上那种痛苦 是啊 是啊 没错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丁十格埋葬着石楼里写生命 看下咯 接下咯 被拒绝何孤单 将玫瑰租钱纳在地 整个这些人都叫得性了 不是 所以你召唤 什么叫谦卑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叫谦卑啊 什么叫温柔呢 我问大家 我问大家 这个签不签卑 在教会 我们大家彼此的联络 彼此相爱 不简单 我告诉你们 弟兄姐妹 在家里面彼此联络 彼此相交是不简单的 三何四章十五节 他说 以爱心说诚实话 我给予理之后 听到人家的语络 就说 我好想告诉你们 在教会里面 我看到弟兄姐妹 有不好心跟你说 怎么对方都骂擦 那是对方就骂他 有没有什么经验啊 有没有真正经验 有没有啊 有没有 我看见我经常丢出什么问题 我在教会经常都要处理真正问题 第一条跟我说 有些弟兄姐妹就 乌生 乌生 我好就愛心絕食了,我好想告訴這個人 你的弟兄聽或者姐妹聽 我學習用愛情說成什麼 我就跟真的弟兄跟姐妹說了 誰知就被奶奶折頭 為什麼他偷來的,哪知道他會罵我了 我以後都不可以說話 我以後也不跟他講話了 總之別這樣,別勸我,總之別加熱 我就勸他,你不要勸我 我問大家,哪些人真的叫愛心絕食什麼 我問問大家,這些真的叫愛心說成實話嗎 什麼叫愛心絕食什麼 什麼叫愛心說成實話呢 你看一下 這個夠不夠愛心 這個夠不夠愛心 他愛我們,但是他還要像什麼 原來這個愛心,就是告訴別人 我今天來愛心絕食,我好想告訴你 什麼媽媽差異,都還可以愛他的 真的愛心說成實話 就是讓對方罵了,我還可以繼續愛他 這個就是真正的愛心絕食 這是真正的用愛心說成實話 耶穌是為了愛我們 耶穌是真的愛我們 耶穌是為了愛我們,我可以怎樣對他 耶穌來愛我們,我可以怎樣對他 耶穌來愛我們,我可以怎麼對他 耶穌好樂啊 謝謝你,真的謝謝你 我們去廚房的時候,耶穌愛你 哎呀,什麼,有發脊? 我去床不暈的時候,耶穌愛你 有飯吃 你怎麼會這樣對他 你怎麼這樣對他 你怎麼會這樣對他 他每次都加上加上加勒山的時候 你怎麼會這樣做什麼事啊 耶穌被釋加上加勒山的時候他怎樣 還要找口水的東西 他吐了一個東西 他有給人家吐口水 他仍然這樣愛我們 他仍然這樣愛我們 所以這個例子很厲害 所以這個例子棒不棒 你明白耶穌怎麼愛我們 你懂得怎麼愛你 你明白耶穌怎樣去愛我們 我們就懂得去愛人 你覺得耶穌怎麼做修家呢 那你還沒明白什麼叫我 你還在那裡揪我裡面 你覺得耶穌這樣做事很羞恥的話 你還在驕傲裡面 然後保羅啊 然後保羅呢 這次 這次一天二 OK,可以看第一次 我給大家看第一次 你聽說什麼 你不傻說 所以你叫我打 我不會打 如果叫我打 要天光插到他那裡 這次很厲害 大家看一下這句話 你看這套保羅說話很特別的 他說話一定有因原因說出來 你看他說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為什麼他不說我是主的師父 我來跟你說話呢 為什麼他不說我是主的師父 我來跟你說話呢 為什麼他說我為主被困的怨你們呢 他是學習基督怎樣去愛人 他是學習基督怎樣去愛人 結果就被人抓了 結果他就被人抓了 是不是跟耶穌一樣 是不是跟耶穌一樣 所以親愛你姐妹們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今天教會商教我們 只是大家說 喝什麼茶都不錯的 這些東西 是不是 所以我們鄉鄉的弟兄姐妹 不是單單說 我們待會去喝茶 有時候愛心說成熟 彼此來都會接納 是不是容易的 有時候我們用愛心塑成 使用彼此接納 不容易的 做父母做夫妻都知道 做父母做夫妻都很厲害 愛是很久忍耐 愛是很久忍耐 又有忍耳 又有忍耳 是什麼意思 Long is patient I am kind 愛是很久忍耐 英文是這樣去解釋 一個patient這個字 英文是怎樣去 A patient 再說 聽聽聽 他什麼叫patient 怎麼叫patient 就是長久的受苦 就是長久的受苦 對呀 好像你現在一樣 啊 我呀 受苦 啊 我安排不容易的 悶 我先發給歐曉 好了 Long suffering 就是長久的受苦 你把那些苦我摸我自己 你问问父母就知道了 这个长久的受苦 五十一年 是一生一世的 我们的神是不是一生一世 为我们这样受长久的受苦 我们的神爱我们是不是一生一世的 你敢不敢说你到十岁呢 你退休了 我就做一个不需要神担心 我的基督徒 你敢不敢说你到五十岁 所以我退休了我就应该当一个 不用神担心的军徒呢 你看神多么爱我 爱是长久受苦 爱是长久受苦的 这个受苦不是中国人的受苦 中国人怎么说 军子报仇 十年未完 原来他都要报仇 所以人都是十年 日人的十年 但是我还要报仇 所以你这么多彩天风事件呢 做为什么那么多彩天风事件呢 我忍着忍不住了 我忍你也忍不住了 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不是这样的 人都是仅要有恩质 问人还要有恩质 你看见吗 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在大家彼此相处 去见了什么教会 去做什么去伏 我们在彼此建立真教会 就是有一个祭拜 I就是教导 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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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去祭拜跟随神 F就是Fellowship F就是Fellowship 祭拜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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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 如果今天沒有人來徐福音 你會否在這裏 你在這裏做什麽 我們在這裏敬拜神 原來廚方最終目的就是讓人認識主要 所以他們懂得如何去敬拜神 為什麽我要向我的朋友 為什麽要向我的親戚 為什麽要向我的父母 或者我的兒子去傳福音 為什麽我們要跟朋友親戚 我們的父母兒女去傳福音 因為他們一天不認識耶穌基督 他都不懂得如何去敬拜 因為他一天不曉得耶穌基督 他們一天都不懂得如何去敬拜 其實他們每一天都在敬拜 不過就是不是敬拜這個真神 因為我不懂得耶穌基督 他不懂如何去敬拜神 他將敬拜的所有東西 擺在其他一面一面 他其實每一天都在敬拜 但是不是敬拜我們的真神 但是敬拜其他的東西 我坦白告訴大家 上帝做我的每一個目的就是敬拜的 上帝做我們每一個人的目的就是來敬拜他 你看我的小孩子 他都敬拜啊 你看你的孩子們 他們也在敬拜啊 你沒有留意啊 你沒有留意啊 小孩子一出生的時候敬拜誰 小孩子一出生的時候他敬拜誰 父母 父母 他在學校敬拜誰 他在學校敬拜誰 中學的時候敬拜誰 中學的時候敬拜誰 我中學的時候敬拜誰 我中學敬拜誰 敬拜體育老師 敬拜體育老師 我們現在在敬拜 我們現在在金主二 拜佬石頭群下 拜石頭群下 你見得見 全都拜你了 其實我們一切都有敬拜 我們每一天都在敬拜 你有沒有留意啊 有沒有留意啊 這是羅馬書 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第25節所說的 這個就是保羅在羅馬書 醫生二十五節所說的 世人什麼都拜 就是不懂得拜這個三一真神 就是不懂得拜這個三一真神 這個就是創造者 就是創造者 所以給教我們 教會做不重要 教會做不重要 原來這個團體就是活出 耶穌基督辛苦的榜樣 原來我們這個團體就是活出 耶穌基督辛苦的榜樣 我們都深刻地學習 instruction 去團體大家分享 去傳福音 其他的目的就是去敬拜神 我們那麼辛苦回來學習 我們去團體還有去報導 我們目的就是為要敬拜神 保羅就是因為知道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保羅知道這個就是那個目的 所以他說作為基督的肢體 我們要很小心 所以他提醒我們作為基督的肢體 我們要很小心 這個合一的心 我們一定要大家去努力去保持 我們要合一的心 要努力保持 其實我們彼此相對學習 基督的犧牲 我們就好像保羅一樣的學習 基督的犧牲 我們就沒有被人坐牢 他都願意這樣做 就為了這群基督的 他願意守住這樣做 他說既然我坐牢 你會更加愛耶穌 我說我坐多一點都不介意 他就好像說我們私底之間要學習 耶穌基督為了他的緣故而受苦 好像保羅為了耶穌基督的緣故去仇敬一樣 如果我坐牢了 會讓你認識耶穌基督 那我繼續做 所以讓我們彼此學習 他讓我們彼此學習 但是當然聖餐其實都是這樣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可以在這個合一裡面 領受這個聖餐 在他見面 所以都為我所擺上的 在十字架上的愛 等於像我們守著聖餐禮也是一樣的 我們去經驗耶穌基督 為了我們去把自己身體擺上 因為這樣我們可以彼此相愛 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彼此相愛 繼而我們可以去愛世人 這個愛在聖餐裡面也有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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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給大家聽 詩篇133篇 詩篇133篇 看啊 看啊 和睦俗同居 一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想同心啊 人是可以看到的 他感受到的 所以人是看到的感受到的 那大家就感受到基督愛在我們當中 我們大家感受到基督的愛在我們當中 如果你留意呢 意思不含主就是這樣做 第二章 初期的教會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留意 試圖神傳第二章裡面 初期的教會就是這樣 那知不知道上帝怎麼說 你說上帝怎麼收啊 上帝就將得救的人數 天天加給他們 上帝就把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他們 教會增長最好就是能夠活出基督的愛 教會增長就是能夠活出基督的愛 因為這個世界上 所有人都很希望被愛 因為在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很渴望被愛 世界上有哪一個團體 就像我們這樣有愛的 世界上有哪一個團體 好像我們這樣那麼多的愛呢 唯有基督的愛在我們當中 彰面出來 唯有基督的愛在我們當中彰顯出來 人家經歷了感受到見道 人家見到見到還有感受到 那這間教會就會出這個 上帝的辛苦歪出 所以教會就活出生帝的辛苦 這歪就出來 阿門 阿祟 我們來祝福 求神幫我們 天父我們好責恩你 天父我感謝您 你就幫助我們每一位 幫助我們每一位 我見到三位同學教會 你真是 我見到三位同學教會 你真是 他們真是那種同心同伴的當中 我看到三義林在教會裡面的 弟兄姐妹同情合拍的 我就好像普羅向耶夫所教會 才會說一樣 好像 阿彭羅跟耶夫所教會 所說的一樣 為他們祷告 為他們祷告 讓他們不要忘記起初 神 要給他們那種錯愛 讓他們不要忘記神 幫助給他們的粗愛 你都鼓勵他們 讓那個愛繼續鼓勵他們 驅使他們 彼此相愛 由上帝耶穌基督的愛 在當中將來 讓上帝耶穌的愛 在當中將前 成為這裡的燈台 榮神一人 我們主聽我們的報告 和耶穌基督的聖命而求 阿門